大家好,我是小颖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懒人早餐的做法 只要家里有土豆和鸡蛋就能做 做法非常的简单 这样做的早餐孩子非常的爱吃 首先准备一个大一点的土豆,去皮 土豆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秋冬季节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土豆 去皮之后我们再把它切成厚厚的薄片 有条件可以切得更薄一点 再改刀切成粗粗的细丝 有条件可以切得更细一点 切好之后装入大一点的碗中 然后加入一小勺盐 再加一碗清水,随便摸过土豆就可以 放盐水里浸泡五分钟 可以防止氧化变黑 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打入四个鸡蛋 鸡蛋的数量可以根据自己家人数来决定 然后把蛋清和蛋黄分离 把蛋黄捞出来,装入另外一个碗中 先放一盘备用 再准备一根火腿肠,先切成厚厚的薄片 厚度和土豆丝差不多就可以 再改刀切成细丝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把土豆丝清洗一下 把多一朵淀粉清洗干净 然后把它取出来,拧干水分 水分挤干之后装入另外一个碗中 再把火腿肠也加进来 葱花也加进来 然后再加一大勺面粉 再把鸡蛋清也加进来 再加一小勺盐 一小勺五香粉 然后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搅拌成这种非常粘稠的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先放一盘备用 起锅加入少许使用油 油温微热 把土豆丝一勺一勺放进来 这个时候要开最小火 不要开大火 再用筷子把它整理成鸟窝的形状 再把鸡蛋黄一个一个放到鸟窝里 这个时候开中小火 慢慢煎 煎至一面凝固之后 再给它翻一面 这样做的土豆小饼搭配上牛奶 或者是稀饭都是非常的香 像这样重复翻面 煎至两面金环 哇 真的是太香了 金环金环的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这样做的土豆小饼 如果你也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 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